Hi 大家好 我是 Manfred 歡迎大家收看 Headlines Manfred YouTube Channel 頻道 很多時我都會見到很多朋友或者讀者 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都會問到 Manfred 為何你開始會寫樂評 其實這是一個很偶然和很有趣的故事 首先當時若莫我是讀方科 當時市面上有很多音樂雜誌 或者是一些年輕人的刊物 其中有兩份我自己很喜歡很欣賞 第一份是全英文的 叫做 Music Maker 它的內容主要是將一些外國的流行曲 或者搖擺的歌曲報道出來 裡面有些新聞、訪問、翻譯 另外還有一些碟評 另一份我自己很欣賞很喜歡的 就是年輕人周報 年輕人周報其實影響我很大 因為當時有兩位很重要的人物 一位是Christon 他們的重編輯 另一位是寫樂評的 Keith It 他們兩個都有份在雜誌裡面 負責寫一些樂評或者花水 尤其是 Keith It 寫的樂評 我自己不斷地跟著他去聽 甚至乎由他寫的一隻碟 我就拿去唱片譜看著那隻碟去選擇 選擇了出來 雖然我可能沒有錢買得到 但是我看著那隻碟 就好像自己真的聽到去寫的樂評 那個感覺很充實 就在這個時間 我就開始嘗試 究竟我可不可以寫到樂評 於是 當時坊間有一隻碟 就是來自美國的前衛樂隊 就叫做Star Castle 就是這一張 在1977年1月 推出這一張第一張專輯 我自己很喜歡這張專輯 因為最重要的是 裡面其中一個監製人 就叫Royle Thomas Bricker 他曾經監製了Queen的唱片 於是我就把這張碟聽過之後 就寫了一篇 約莫系八百字的樂評 寄了給一份音樂雜誌 其實也不算是音樂雜誌 因為那份是一份叫做區議員 或者是議員的雜誌 那創辦人就叫陳子君 當時他主要辦這份刊物 是一個月刊來的 去推銷自己的 譬如對社會的工作 以及政治理念 也會加少少的電影 或者唱片評價 於是我大膽地寄了他 給他看是否接受 誰知在一個月之後 他真的刊登我出來 而且用了Manford Wong的名字 所以我第一篇的碟評 就是這個出現 究竟之後如何發展呢? 好,下次再繼續跟大家說 多謝大家的收看 Thank you